溫貧庸是名為中醫診所院長 這集的名為診間 溫義士毫不保留地分析病況 將針灸、用藥、起居飲食和保健方法 內心引導讀者認識中醫診療的觀念和方法 腦筋短路 是一個陰天又大風的下午 有一個73歲的老婆 坐著輪椅由她的女兒推進診所 她頭上戴著第一帽 眼神外濟 目無表情 面色灰黑 下肢水腫 整對腳還紫黑色 見到她的女兒很擔心那個樣子 再加上她媽媽 同張輪椅 當時的畫面真是很沉重 她的女兒說 有一天她媽媽耕田的時候跌倒 結果坐腦出血 經過緊急的開腦手術之後 雖然條命是保得住 但是現在的腦還有積水 所以她左邊的頭殼還沒裝上去 戴著頂帽遮著她左邊凹陷了的頭 手術之後就已經不懂得自己大小異變了 膀胱積尿導致水腫 唯有24小時插尿管 同用止尿符 而且聽東西還重疊 現在最令人困擾又無助的是 只要一過了中午 她媽媽的腦筋就短路 好像突然間縮了無疊 整個木偶那樣 聽不明白人家說什麼 濃濃的又聽不清楚人家說什麼 也不懂得說話 沒辦法去表達和溝通 口齒不清 但是隔了一天上午 她又回復回正常了 這些症狀都已經有兩個月了 雖然細意說手術非常成功 但是還不知為什麼會這樣 還沒辦法 科學雖然是發達 對人類的腦部認識依然是少之有少 大腦大約有140億個細胞 重量是人體的四十分之一 人用腦只是用了百分之二 但是就要消耗全身氧氣百分之二十五 所需要的血量佔百分之十五 這是什麼道理呢 人生活在天地之間 人體是一個小宇宙 人有來自宇宙的撞象系統 即是五撞六虎 亦即是雲、神、意、柏、智 透過經絡吸取宇宙能量 借宿在人體裡面 每一個人都是有來頭的 都有一條繩 一種頻率 聯繫著屬於自己本來的天體 而接收、截取、翻譯宇宙信息 送到人體指揮中樞基地 可能就在腦裡 如果宇宙不正常的戲 入了人體的五撞六虎 人就容易病 在接收與自己聯繫的宇宙天地線的時候 途中出現短路 人的腦筋亦都會跟著短路走火 根據2005年 明慧網刊登一則信息 一個令人膽戰心經的宇宙新理論 一個神秘的能量 正在此令到宇宙加速膨脹 在未來的某一個時刻 這個神秘的能量 會將星系 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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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地摧毀 最終將所有的一切都摧毀 時間也都將會終結 天文學家也都很驚訝地發現 宇宙正在加速膨脹 星系群劇烈地碰撞 所有遙遠的星系 都以高於光束的速度 在飄離和遠離我們 現在人類在銀河系 很快變成宇宙的孤兒 很多人都收人落魄地生活 那是不是跟他們本來的星體 正搖搖欲墜的現象有關呢? 2010年 美國航空航天局天文學家發現 智利的大地震 海嘯 導致地軸偏移 導致每一天的時間縮短了1.26秒 很多算命師、風水師也都發現 以前可以算得很準 但最近也都不靈了 很多人都感覺到 時間比以前化了很多 為什麼眨眼就天黑呢? 天文學家還發現 很多新的星體在誕生 是不是意味著 宇宙之主正以無量的慈悲 重整天下 再給宇宙生命一次更新的機會呢? 面對眼前的阿婆 好像老千爺突如其內的試卷 也沒有給太多時間來作答 因為後面還有很多病人在等 世衣以機械論來看待人體 將人當作可以拆裝、切割、更換、組裝的一個組合體 其實人體是按照上帝的形象來創造 是有靈性的宇宙體 不是簡單的機器體 如果不是 清除了腦裡血塊之後的阿婆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阿婆身體最明顯的表徵是寒雨 神經不足、心神彷彿 而且她左邊面和左腳特別暗沉 條膩還有乳斑 雖然手術已經清除了她腦裡的乳血 但是乳血的阻塞在經絡裡 腦人家神經本身就不足 再加上寒和乳 神經根本就沒辦法上腦 導致到腦孝閉塞而神智不清 以孝不利而失聰 神氣虛而不利於氣化 令到大小異變失禁 午時 是指上午11點鐘至到下午1點鐘 是行心經的時候 而心主神明 心藏神 心神彷彿 就會失神 而泄為心苗 連帶語言困難 一般失智、失語、失聰 都是很難醫的病 一時之間那麼多東西堆在一起 應該怎麼醫好呢? 於是我試試在經絡裡下手 去撥回她腦筋短腦的障礙 看看能不能接駁回她與宇宙的頻率共振 針夠處理 因為左腦塌陷 所以在頭部下針 全部都幫她針右邊 促進她腦部的循環 去雨 針百回月透前頂 通天透盛光 率谷透角酸月 再加上風池月 強針 針內關透間子月 失語 針易門透宗主 愛甘津玉易月 針湧泉月補腎和開腦笑 後果會好些 因為考慮到老人家承受不了那種痛 怕她以後就不肯再針 所以補腎兼至水腦 針太溪 關圓月 腸胃號稱是第二個腦 百分之七十的免疫 在腸道 健脾利濕強胃 針足三里 三陰交月 針完了 婆婆竟然眼瞳瞳瞳 表情不同了 還很好奇地看看我在這裡做什麼 腳還動了一下 第二天下午回來覆診 婆婆竟然說得翻譯 而且還雞嘆不斷 我真的好暈 成功撥回她的氣機 為了測試她的智力和聽力 我指著她老公說 你弟弟真是好人呀 她立刻糾正我說 她是我老公 其他講話對答也都很正常 之後為了加強保健 再針多五次 家人就放心帶她回家了 本節目由明慧中醫診所 溫憑融醫師博大出版社 贊助播出 臨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